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在12年装新风的时候 我当时就很诧异 把家里面整个乱七八糟的 就穿墙打洞 然后把装修业搞得很脏乱 一共花了三天时间才装完 结果我们家装那套新风价 花了家里小十万块钱 新风价让人感觉到这个是特别贵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新风安装难 第二个是新风很贵 我们认为新风应该是个大众化的产品 应该是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 非常有一类健康的产品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使命 要去打破这个行业的格局 要去给这个行业做贡献 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就要做一款这样的产品出来 解决安装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发明一个专门在窗外就能直接取风的这么一个套件 来解决取风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个一台机器全物净化 使得这个整个新风的成本大幅下降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高效净化的问题 第四个我们还要解决杀病的问题 所以解决这些难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团队集体研发的一个过程和探索 做一个新的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其实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过程 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平静 也会遇到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这是肯定有的 也会有一些压力释放的过程 有时候跟朋友们一起找个地方去待一天 打一场球 在球场上去很好的释放一下 但是回过来就一样 有些东西既然你决定了 它是没有回头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团队给我的力量 以市场给我的力量 以及本身企业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 我觉得这个会在很大程度上 就会让你的力量变成无穷伟大 一点小的困难其实不足为光 特别是这个水波纹的设计 扩散 是吧 大家知道水能包容万物 能清洗万物 是吧 你愿这个污染自己也要清洗世界 这个概念非常好 水波荡漾 对吧 发散性地做 对我们的气流导现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叫新风进化一体机 它是集新风和进化微体的功能的 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的取风方式是可以不打光 就直接把窗户打开 我们在窗户上用我们一个发明砖流 用我的套件做二次密封 那么直接把窗户刀件用三到五分钟 自己就会装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通过窗户 直接从外面取新风进来 那么源源不断地把室外的新鲜空气 做极致洁化处理的时候 送到室内来 也就是我的出风口 偏马里我要降到零 再让室内的空气形成一个镇压 让室内的帐户就排出去 解决室内污染的问题 我们的机器是采用了超大风量的码 出风量达到800 一台机器能解决200平米的全物进化的问题 我们整个耗材的更换一年 大概就更换一次 用电量很低 就相当于一个小电灯泡 大概基本上是两天消耗一度电 产品都带杀菌功能的 它的这个采用的滤脂 都是一种专门的杀菌产品 对于细菌的杀菌率达到99.99% 我们现在在一些妇产医院 妇业保健院学校 得到了很好的用户和支持 特别是我们这个行风进化效果 和它的杀菌性能是它比较看重的 所以室内污染的四个问题 物理污染、化学污染和生物病菌的污染 以及缺氧的污染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都能解决 所以我们做后卫 确确实实希望给老百姓 打造一块最好的产品 给老百姓提供一款 买得起、用得起、好用、超值 新嘉宾的产品 让老百姓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新风产品 朋友们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啊 这个新风机啊 它安装困难 第二呢 它价格太高了 所以呢 它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发明了一个东西 直接把这个新风机的孔 直接堆到外面 然后呢 你都不需要打孔 就直接在窗户上进行安装了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呢 就很多的人都用上了它这个新风机 而且它这个新风机很便宜啊 以前一个新风机可能2万块钱 现在它这个新风机就6000块钱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新风机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发明米网站去看一下 金银头条的呢 你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就OK了